那我就来问你一个问题 看你的记忆力到底好不好 问好了 你还记得 你把咖啡 泼到我身上那一天吗 咖啡馆里面 放的是什么音乐 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不是 不是吗 CK君来了 Rapsoe 蓝色狂想曲啊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歌 我总是会去那家咖啡店的原因是 是因为它总是放我喜欢听的音乐 主要我刚才没猜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实在太忙了 我平时在店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哪有功夫去注意一下 录音机里放的什么歌曲啊 好 那我那天戴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 不是 不可能 你不是把咖啡 泼到我身上吗 对啊 咖啡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啊 我是在问你 你还没有泼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啊 我的天哪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我把钱给你好了 钱 嗯 收电脑的钱 真是 拜拜 是蓝色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是那个偏咖啡色的蓝色 是吧 算了 算了 这样吧 这样吧 我问你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简难的问啊 难的你一定答不出 这一点很简单 说 我的手上有什么东西 左手有手啊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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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 拼对 我红了 但是我那天 肯定会不会出走 自己会有什么 老奖 也没什么 对对对 因为你 太阳疑了 高兴利 对嘛 那没事啊 算了算了 你让你一下好了 我就当不及格 没有关系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及格吗 因为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对我一点都没有印象 我没有注意到你 这个绝对天大的冤枉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你 那是因为我把过多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你的脸上 有本事你问蜂蜴脸的 不然脸都肯定答得出来 好 那我就问你关于脸上的部分 你问好了 如果你要是答不出来的话 我就帮你修了 答不出来怎么可能 我那天有对你笑过吗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 那天你绝对没有对我笑 因为那天你一直湊着一张脸 错 错 不可能错 你泼咖啡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当然没有笑 但是 我抬头看到你的那段时间 我是笑的 不可能 那天你绝对没有笑 我要是没笑的话 你肯定不会把咖啡 泼到我身上 关键你那根本就不算笑好吧 你那顶多算嘴角弯了一下 谢小秋同学 就算 但就只有一点点 这就是笑 好吧好吧 你说算笑就算笑话了 反正让让你了 所以 你一提都没有答对 你的零分 零分 我说王立川 凭什么都是你在问我呀 我要是问你的话 你肯定也要答零分的 好 你问啊 我肯定是一百分 想想啊 我那天穿什么衣服 黄色格子的上衣 浅蓝色的牛仔口 对不对 什么发型 马尾病 黑色的橡皮圈 什么口红 你没有插口呢 我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非常抱歉 我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我非常抱歉 你被辞退了 所以晚上 你就跑到那家咖啡店了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你穿了一件黑白条纹的毛衣 还有双肩背包 黑色短靴 就像隔壁的那种小女生 上学校的那种小女生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进咖啡馆啊 你在一台车子的面前 整理你的头发 然后 对着镜子 调制你的内衣 我都看清楚了 你把我的镜子都撞歪了 你怎么都不知道 那台车子 你失控着我 痛快 慌慌力穿 那个时候你在 偷窥我出去 对不起啊 我对不起 我非常抱歉 大色狼 你知道你是不是 那个时候就喜欢我了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 百分之十 小秋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金马房的设计蛮有趣的 最漂亮的时候呢 就是在天亮 太阳下山 月亮升起 将这金马臂姬的金字招牌 倒影在街上 渐渐交织 这叫做金碧交灰 金碧交灰 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啊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再说了 又不是黄昏 我很怀疑 怎么没有见过啊 就是没见过 说来就来 你看 这不就叫做金碧交灰吗 太快了 没看到 好 这叫做金碧交灰第二次 这边有画画的 我让他给我们画一张画好不好 好 大哥 能不能给我们俩画一张画 好啊 多少钱啊 六十 六十 这么贵人家前面就三十 那是一个人 你们是两个人 那我们俩还画在一张画纸上呢 四十画不画 这时候 不画不画了 那您 这不可以 这不可以 四十画不画 不画不画喽 好 好 四十就四十 你看我说完他肯定就画了 你们俩往后退一点啊 好 好 就这个姿势啊 靠近一点 偏一点 好 往抬一点 好 保持现在啊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啊 那早将来我们俩又不是进步 干嘛就要看着我啊 还怕有什么转 看爸爸 好 等一下 你们觉得这样一杀 这是本人的意思吗 不会啊 这是我们做的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换好了 这么快 不是说十五分钟的吗 画得好不好啊 你看看 对不起 我没办好归下 所以只能用这幅画来代表我 但是我的心的确是归着的 来自云南各旧 生于九月七日的谢小秋 不宜没人命吗 没关系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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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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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